你們做的挑戰是什麼 好 好 請大家鼓勵鼓勵 這個是馬桶村長 好 我們是六年十班做DFC的其中一組 我們的主題是小習慣大改變 接著我們會演出精采的本劇 請大家用心的欣賞 喔 褲子好痛喔 喔 已經下課 我該去打球了 哎呦 上一個人怎麼都不衝 算了 會有打 喔 去打球 去打球 你怎麼搞的呢 你 給我過來 你們兩個 為什麼不沖水 就去打球 你們兩個給我聽好喔 以後不准再給我因為打球 而不沖水 好 為了懲罰你們兩個 所以我要你們讓學校以後不再發生這種事情 並把這一攤屎都清乾淨 好 欸 我想到一個辦法了 我們來做小卡片印好了嗎 好啊 印好了 來去廁所貼 怎麼那麼快 你覺得貼在這邊可以嗎 好 下面太高了 那這邊咧 太低了 那這邊咧 剛剛好 哎呦 怎麼換我肚子痛 好啊 直接咧 上完廁所後 請記得沖水 喔 好 我沖個水吧 那先沖水見 好了好了好了 欸 廁所變得更加乾淨了耶 老師 你快來看 嗯 果然你們兩個做得非常的好喔 所以請你們來告訴大家 上完廁所後要做什麼事 來 沖 沖 去 沖 沖 上完廁所用水沖 謝謝大家 謝謝 我們坐之前對廁所的感受 真的就是感覺非常的髒 又很臭 讓我們沒有辦法開心又放鬆的上廁所 喔 好臭喔 造成的原因 可能是因為同學的行為太隨便 或是我們這群學生們疏於宣導與提醒 又或者是大家真的都沒有公德行 然後我們的問題對誰造成影響呢 是上廁所的老師及同學們 我們的解決辦法是不太不一定執行的 不過想到的辦法有貼海報 直接提醒使用者 或者是到別班勸導 要不然就是請老師及主任協助辦理宣導活動 我們的實踐行動是 將告示牌貼在廁所的牆壁上 訪問使用者的感受 為什麼我們會用這些方法呢 就是因為成本很低 然後花費的時間又不多 然後又能增加我們的電腦功力 所以我們當然會採取這些行動 我們遇到的困難是想像力不足 解決的辦法是詢問多人的意見 然後第二個困難是意見不合 我的方法比較好啦 那不然我們都做出來 接著遇到的第三個困難 電腦操作真的太麻煩了 所以我們決定請老師教導 最後的問題 我們沒有強力教 所以只好使用成本低廉的泡麵教 最後的結果是 我們覺得有一點效果 廁所稍微不髒 只不過呢做的人還是有點少 大部分的還是不停 最後 謝謝大家